好 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樂 今天要分享的小玩樂是相當有趣 名副其實的有趣小玩樂 那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9號 星期六的上午 那天氣很好 那我就選擇在這個窗邊 跟大家做這個開箱跟介紹 那要不然的話我們平常這個布景 大家看到都很膩了 然後把它轉到窗邊 窗邊看一下窗外風光明媚 天氣很好啦 享受一下這個週末的陽光 那其實開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往往會選擇在週末做 那就把這個很快樂的情緒 感染到我的週末假期 那尤其我今天要開箱這個商品的話 它真的是一個 我稍微有點期待的商品 那我設不宜遲啊 就趕快把它開來給大家看 那這商品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到是從淘寶來的 我跟各位說 這類的商品 你還非得從淘寶買不可 因為呢 這類的商品 中國大陸 是全世界唯一的production 這類的商品全部都從中國大陸製造 而且它的市場相當大 我們等一下開了以後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種商品的話 它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在哪裡 來我們開箱 其實現在從淘寶買東西 在台灣買的話 我說實在話的 當然淘寶很方便 那只是說其實貨運的過程裡面 還是有一些困難的存在 尤其是這類的商品 它有時候它會仿真 仿真的時候 你在過海關的時候的話 會有一點 也不是狀況啦 不會有什麼狀況 只是說 你會 仿真的時候的商品 你在過海關的時候 會有其他的concent在裡面 所以 不算很方便 但是 你也沒得選擇 因為真的所有的產品 都在中國大陸製造 你也非得要在中國大陸買不可 那你也只能透過淘寶 那想說 我從那個什麼Amazon 什麼阿里巴巴那邊買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問題是貴得多 是是是 這就是問題所在 來 我們趕快把東西打開看看 好 它這個就是泡棉 不是泡棉 這個是氣泡 氣泡子 好 那打開之後的話 裡面就是這樣子一個商品 那這個商品的時候 它有一個 這是什麼 我來 我們看到主角了 主角把它打開 其實這類商品的話 它的包裝都相當的漂亮 都是如此 包裝都很漂亮 我們把這個盒子拿掉 那這一家的廠牌的話 又是另外一個新的牌子 它第一次在我的頻道裡面出現 那這個牌子的話 它叫做南鷹棋 南邊的南 櫻花的櫻棋 是國企的棋 那它是一個非常fresh的品牌 那你可以看得到它這 since 2023 2023年 才成立了一家公司 叫南鷹棋 那 這個 這個公司很新的話 是沒錯 那他們的產品的話 都消亡全世界 那我相信他們這兩年的話 應該賺了不少錢 怎麼說呢 因為我踏到這個圈子裡面的話 也加入到 許多這種玩具的店家 他們自己的微信的群組 哇 你才知道啊 這些人在這個上面 的投入有多瘋狂 真的 這絕對 這個是一個市場 而且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而且一片藍海 那也很多的公司 投入在這一個產業裡面 那 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產業 來我們趕快把它 把箱子打開了 我這次買的這兩個商品的話 是他們家 最popular 最多人買的一個商品 它叫做火槍手 對 那火槍手的時候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這一家 它這邊的商品的名稱 它叫火槍手 對不對 那這次這個材質的話 它是鈦跟不鏽鋼的組合 鈦外面烤黑 那形狀是 顏色是黑色 那這個號碼是4152 4152號 4152號的意思表示 它們已經賣出4000個商品 那其實這一個商品 我等一下打開的時候 你大概可以感覺到 它其實 應該有相當的利潤在裡面 那 另外一個的話是 它的一個連接鍵 它的一個連接 不是這一半連接鍵 這個叫做旁邊的一個附屬鍵 它叫做音速機甲 那它的材質是Titanium 鈦的 那一樣是烤黑 它的號碼是 序號是5307 還不錯 那只是說這一包的話 我不知道它帶什麼 哦 它是這一個連接配件 我把那個加特林 好的 對沒有錯 我這次我還有購買了加特林 加特林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的火槍 火槍前面的話不是有一個滾筒嗎 滾筒 那它這個東西就是做了這樣子的產品仿真 來我們事不宜遲的趕快打開 要不然我的影片的話 不斷的冗長炸下去的話 實在是跟大家觀眾不好交代 好 來我先開火槍手 其實像這種 這種東西的話叫Fijitoys 叫玩具 那玩具的話 我一直在我的EDCE的頻道裡面 有跟各位介紹 我們在EDCE都有做這樣的分類 那叫做刀光火哨前電防腕 防身手電筒前直 防身的哨子 打火的設備 光是這個 電視行動電源 光是火電筒 然後這當然一定要有道具 那我們現在比較 大家注重的 也加入到玩具 這樣的一個部位 在EDCE的這個行列裡面 我一直要嘗試著 怎麼開可以讓它更更精簡 然後更完整 感覺出來我們是那種龜毛性的人 好 那我把這些 這幾個盒子 就一併的全部都打開來了 然後等一下的話 也跟大家一起把它組裝起來 那這類的商品的話 當然我覺得 每個人喜好程度的話 是見仁見智 但是 我說實在話的 我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介紹 並不是推廣 怎麼說呢 因為這類的商品 說實在 因為它是玩具 那玩具這種東西的話 每一個人 成年人 你有沒有需求的話 那是 每個人需求是不一樣的 你有需求的時候 你再來投入 然後沒需求那就算了 那 而且二來的話 我必須要跟各位坦白 這種東西 非常的昂貴 這種東西 這種玩具 是非常貴的 你看到售價之後的話 你會嚇死喔 對不起 措辭不要這麼強烈 你會嚇到 你會嚇到 不是嚇死 不好意思 跟各位說抱歉 要不然等一下又要黃標了 好 然後呢 它的這一個 火箱手裡面的時候的話 它裡面就是有一個主體 哇 這主體 重量很沉 哇 這重量很沉 重量比我想像中的沉得多 然後它這個是一個真空包裝 因為它要真空的時候的話 它才能夠防止這些金屬部件 能夠的氧化 對氧化程度 對 我把這個 墊子拿進來 好了 要不然的話 它這個重量的話 可能會 砸傷我的桌面 會砸傷我的桌面 對 好 然後 這是 它的這個產品 這個盒子裡面的話 就是這樣子 空空的 那這個是一個防狀的泡棉 那這邊的話 就會有一些它的珠子 珠子跟彈簧 這等一下應該是要組裝 組裝到它的這個 它前面這個槍機 因為它這個就是模仿 我們在布槍 布槍的那個拉栓 拉栓的那個扳機 槍機的那個結構 那這等一下這個套件 應該是要放進去的 那它給我們兩種珠子的選擇 一個是高的珠子 一個就是一般陶瓷的珠子 這兩種珠子跟彈簧的話 其實都還有很多改裝品在販售 那這些改裝品的時候的話 都會影響到手感 這也都是玩具的樂趣來源 然後它這裡面的話 再給我們一些 它的貼紙 南陰棋 然後這邊寫 MUYE 木陰 木陰 然後 這是他們家的一些貼紙 這是 怎麼樣方向是對的呢 應該是這樣子吧 然後它這邊的話還有一個 Quality Certificate 合格證 它是QC Plus 然後他們家的Logo 他們的商品名 那個品牌名 然後裝在這個紙盒裡面 那裡面的話再附上了一支 這個Starship 新型Starship的一個起字 好 然後這是 火箱手的本體 火箱手本體的話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拉酸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的話 這是它的一個 一個一個 這個就是它的另外一個連接件 這個 它叫做 核子一樣是這樣子 那核子是相同的 這個核子都相同 然後 這裡面的話 這個連接件的話 它是Titanium 鈦合金的 鈦合金的連接件 編號5307 哇 他們對於這個編號的話 也是相當的care 4152 哇 真的 他們對於這個編號的話 也是相當講究的 4152 它編號寫在這裡 那音速鈦合金的連接件 我們等一下就把它裝上去 那裝上去的時候的話 它這個連接件 它的裡面的話 會有螺絲 兩顆螺絲 那當然也會 一樣有剛剛的那些貼紙 然後還有一支起子 這個起子的話 一樣也是一個 Starshape 星形的起子 星星的形狀 星形的起子 那它的size 好像比剛剛那個 再小一點點 好 那它的一個內容的話 就是這一些 哇 我發現呢 這個要等一下組裝起來 也是不容易 那這個 它的加特鈴的話 它是 鈦跟不鏽鋼的材質 組合在一起 那它的這個包裝 就裡面 唉唷 我以為是空空如也 這個不是啊 它裡面還是有 還是有這些小零件 這些小零件 像這個環 Orin 這些小零件的話 都要收好 因為它有一些零件的話 是損耗品 消耗品 所以說 你在經久使用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損耗 然後呢 你就要自己把它做補充 這個補充裝上去 好 那我接下來就是都用剪刀了 那我改天的話 再跟各位開箱 開箱這一個瑞士刀 那瑞士刀其實我開箱很多啦 沒有什麼特別的 只是說 我在這一個瑞士刀裡面的話 又加上了 這些小東西 改天跟各位介紹 我們怎麼樣的把它組裝進去 所以說 其實EDC的這個世界的話 好玩的東西很多啦 玩不玩 它的一些 一些應用啦 那些的話 都是學問啦 也都是我們頻道裡面的一個題材 對 好 那 我們就把它剪開 其實這類包裝 大家在猜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其他玩家 他們的開箱也都相當小心 因為 會玩這種 DELICATE 就是說一些比較精緻品的人的話 他們其實個性上面 都有點龜毛 就 比如像是我 哈哈 然後他的這一個連接鍵 他的那個主體的話就是這樣子 這個叫火槍手 那火槍手的話 其實就是要玩這個手感 玩這個手感 還有他的聲音 這個拉酸的感覺 金屬聲 好 我或許要把這個麥克風 別來 這個 設備的旁邊 你看 這種機械的手感 很好 機械的感覺 不錯 很療癒 很療癒 他的聲音療癒之外的話 他的 手感也相當療癒 我們就講說這個是 神經 手部神經的多巴胺 很舒服 很好 其實我們玩玩具的話 成人的玩具 就是長這個樣子 其實也都是充滿了樂趣 那五環點的話 在自己 DIY來改裝這個東西 其實他這裡面 可以玩的一個東西很多 我們把 Starshape從這邊打開 這裡面就可以做很多的調整 然後 我們從這個火槍手的外觀的話 你下面可以看到4152這個編號 大家有看到嗎 所以說 他所有東西 這個不限量 但是他還是有編號的 這個真的是很舒服 這個就很好玩了 其實你光主體就很好玩 你不要有一些拓展鍵 我們這個東西叫拓展 拓展 就是把它拓展出去 拓展鍵 其實不見得一定要有 這麼多拓展鍵 沒有拓展鍵也很好玩 對 那 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拓展鍵 拓就是拓方者的拓 展就是發展的展 拓展鍵 那拓展鍵是要怎麼用呢 我發現 你還是得 得把這個連接鍵打開 拓展鍵的話 就是要將 將這一個 珠子彈簧那些的話 我再做調整 因為他這個手感都可以做調整 而且這個很多外界 第三方的工廠製造的商品 來做更換 那更換的話都很多巧妙不同 所以說我建議玩這種東西的人 你要加到他們自己的群組裡面去 你要加到他們群組 你才有辦法就是說 了解很多的一個知識 那他這個 拓展鍵的話 我看起來好像是沒有分內外 但是我看很多人的話 都是把這個螺絲朝外的 我就這樣子裝裝看 因為我跟大家一樣 都是很fresh的在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他就會將 4152這個編號給蓋住了 會把它蓋住 他就拓展鍵 裝在這裡 小心一點 把它鎖上去 然後用他這裡面的這個旗子 不好意思啊 我這個影片的話 看起來又要弄得很永常 因為我的開箱是真正的去開這個箱子 我跟各位一樣都是fresh 第一次看到這個商品 那他這一端的話就可以這樣子 那但是這個的話 他其實還有一些改裝品 他可以讓他變成段落型的 就會這樣 斷落型的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再跟各位介紹 他是必須要把這個螺絲拆開 拆開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改裝成段落型的 多種段落的 蠻不錯的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一些Fishy Toys的一些類型 還是說我另外再做一集 各位可以看得到我這邊的話 還有很多的Fishy Toys 各種類型的那種玩具 對 好 來 還不錯啦 他出廠的設定的話 他是一個陀螺 那你看到他這樣陀螺在轉的話 其實相當療癒 而且他就可以轉很久 可以轉很久 我現在這影片的話是開30個 30幀 所以說你看起來的話會有點延遲 但是我們在現場看的時候的話 他是很濕滑的 而且不斷的轉 其實我說實在話的 如果說段落的話跟陀螺 這種呼嚕嚕轉的一個狀態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陀螺 因為你看著他心情很放鬆 對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把這一個加特零裝上去 那加特零的話 他是裝在這一個方向 他沒有螺絲嗎 直接按上去的是不是 看起來好像是 還真的 直接按上去 可是他角度好像不對 角度好像不對 我幫他轉一下 我發現他這個 是不是沒辦法裝到正常的角度 好像是 好像是 對 好像就像是偏一邊的感覺 喔不是他可以轉 他可以轉 可以幫他轉正 我們這有強迫症的人 就會這樣子 然後他這個玩法 就是這邊的話 他會有一種像是按氣泡值 對 這幾次這種 暗壓的這種感覺也蠻好的 很療癒 其實這種東西的話 是心靈療癒的產品 所以說他跟那種我們玩 Switch 玩 PS5 那種玩樂的感覺又不一樣 他這是一個心靈上面的放鬆 我想到宗教那邊去 對那 這邊按一按的話 他是有那種暗壓的療癒感 然後這邊的話 他又是一個陀螺 那陀螺有很多玩法 你可以不同方向轉 順時轉 好 很不錯 而且手感非常的好 他這個Titanium的手感非常好 很棒 而且很沉 好沉喔 我一拿到的時候我嚇了一跳 然後你整個都裝上去之後的話 他聲音又不一樣了 來 我們讓大家聽一下他的聲音 其實這是大男孩的玩具 Big Boys的玩具 因為我們有時候 一個男生的話 可能都當過兵 然後可能會有很多 對於機械上面的一個感覺 跟回憶 回憶上面的一個記憶情感在裡面 其實我說實在話的話 他的這些改裝附件 包含了中間的這個心 改成鉤合金的 改裝 或者還是說 這邊變鏤空 變空心的 這些都有 不過我覺得不鏽鋼就已經很好玩了 它有兩段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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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底的時候的話 你可以左右推 所以說它是一個推牌 它是推牌 而且它是一個中和型的玩具 它上面也有按壓的這種 這種 這種 按壓的這種 這種感覺 這個也蠻好的 像捏一個氣泡值 這其實 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等紅綠燈 或者是說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這個緩解焦慮 它都是一個很好用的存在 所以我們稱它為Fidge Toys 然後 除此之外的話 它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無線段的陀螺 無線陀螺 那我說實在話的話 我這邊還是耽誤大家一點時間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 它整個Fidge Toys的話 它有哪一些類型 像我剛剛講的 那是一個中和型 那我這邊桌上的話 就說有很多 像這個是推牌 這是澳教的老鐵匠 在Fidge Toys界 好像當知名的一個品牌 它的這種推牌的感覺的話 也不錯 很清脆 聲音又好聽 那這一個 老鐵匠的推牌 我有兩個 3.0 這是一般版 A-S 然後這是那個 AKQ限量版 然後也有這種 像這種推牌 這兩段式的 然後也有無線段的推牌 這都是推牌 這個是玩物樂製的 古風的推牌 這個我在我的頻道都有開箱 然後或者是說像陀螺 澳教老鐵這樣的陀螺 老鐵陀螺 這是黃銅的 那黃銅的話它有做封體 這是外面都是封體 所以說它沒有氧化 這個東西在我手上已經一年多了 它一樣都是沒有氧化的感覺 所以說其實陀螺化也好玩 然後也有段落 這也是段落 段落推牌 不鏽鋼的 這是老鐵匠的 或是像這樣的 段落推牌 或者是說指環的 這機械師 這也是老鐵匠的 這是一個利用 這個什麼呢 手指頭關節的 傳遞 帶給你那種多巴胺的感覺 然後也有這種綜合型的 它有這種按壓的 按壓 按壓 或是按壓旋轉 對 然後它也有推牌 對 所以說玩具有很多種類型 那我這次的這個火槍手 它是一個中核型的 例如它有按壓 有按壓 然後它又有這個槍栓 推牌 聲音真好聽 而且我發現我不用告核心 我這個機械的聲音的話 更接近真實的機械感 對 只是說我覺得它的叮叮聲的感覺 稍微沒有那麼的強 叮叮聲還可以再做加強 對 那叮叮聲我再去做改裝 然後它還有陀螺 所以說它一個玩具多種玩法 那我總結一下 這一個商品它叫南英奇 火槍手 外加加特林拓展鍵 再加上音速機甲拓展鍵 三合一 那你可能會問我說 這樣一個東西售價多少錢 哇真的是 我剛有提到過 這一個圈子的話 盡量不要進來 因為一進來以後都是乾坑 這東西不便宜 大家自己上網路去Google一下 我這邊就不說明了 對 要好幾千的台幣 那這不是每個人都覺得值得 它是不是值得的話 真的是見仁見智 喜歡的人非常喜歡 家價買的人大有人在 那它的這一個 而且我這個還是最基本款 材質上面沒有更新 你如果說要到大馬四格 它的一個產品的話 這樣一組都要到一萬多塊錢 一萬二一萬三 那值不值得真的是見仁見智 真的是見仁見智 喜歡的人就只有值得 不喜歡的話 可能送它那都不要 好 今天的這一個影片的話 開箱就到這個地方 我們呢 下次見 大家週末愉快啊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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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